Hello 歡迎收看我的頻道ToDoChris 我現在身處在印來人王的博多車站 今集為大家精選了8樣我覺得是福光必買回香港的手信 你博多其中一項最好就是 你所有手信基本上都可以在博多站的地下街上一次過買光 我現在就教大家走一次我平時買手信的路線圖 回到香港還會有一個試食大會 如果你都想一起找好東西吃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和按鈴鐺然後我們就一起出發 本次來到博多站都很多人 它有連著幾個商場又有地下街 是否手足無措不知道怎樣走好呢 其實想找手信很簡單 集中在右邊的博多板急和左邊的中央手信家就可以了 我們先去到板急吧 我們第一站是先去到板急百貨的B1 因為B1這一層全部都是買手信和日本的特色小食 一進來你就會看到一條很長的長動作 就是這牌超熱的福光限定的手信店 就是剛剛Berry 這裡最有名的是士多啤梨乾 再加它那個脆脆的曲奇餅 再加Cream 另外我還試了一個 它的Crystal Berry是一個蛋糕 是一個海綿蛋糕 再加士多啤梨醬 我其實排了大約… 雖然你看到人龍很長 但它的同事的手腳很快 其實排了大約5至10分鐘就已經買到了 我們這個脆脆餅 一盒是725元的 而蛋糕的Crystal Berry是貴一點的 是920元的 所以我只買了三盒而已 加上是2559日元 計算是稅 我覺得這裡的店員都很細心 他們會提提到我們到期日 到期日是去到5月的 現在是3月尾 所以都拜到1.5月左右 大家記得買回去香港 給我親友吃 一定要盡快吃掉它 我們訪問一下這兩位排隊中的主婦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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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你為何要買這麼多 送禮 送禮 而且我們覺得不喜歡吃甜食的人 這隻都可以 有些是打回鄉下 有些是自己吃 試了哪隻最好吃 我自己覺得這隻花花 這隻都可以 如果是朱古力多更好吃 但是不甜 我也覺得不甜 這隻可以 我們分頭行事 媽媽和阿姨終於都買完了 Sabrina的花花酥 這個他們買了超多 這個蠍子只不過是我媽媽那一袋 這個Sabrina的花花酥 它是很香牛油味 上面還有什麼糖 中間還有Cream 還有杏仁 如果是8個一袋裝不用一盒 其實是1250日圓 1250日圓 但如果要有6個的盒 都要1000日圓 所以如果你不是送禮的話 其實買袋裝也很便宜 另外還有一個迷你雪糕 還有一個是924日圓 如果兩個我都喜歡吃 我剛剛也聽曾醫說 其實我自己都是喜歡吃花飽 所以來到的話 一定要排這個Sabrina 而且現在只不過是11點鬆一點 但它有一款很漂亮的牛奶罐 裡面好像有些了結糖的產品 來到的時候還看到有幾罐 但到我們排完的時候 已經全部Sold out 其實只不過是開了一小時左右 就已經沒有了 所以如果你想排牛奶罐的話 就要早點過來買這個牛奶罐 我已經試過這款原味 還有試過這款是比較貴的 1080日圓的巧克力果仁味 但告訴大家 大家要試這款 這個是它原味的Sugar Butter 真的很好吃 這個很好吃 所以今天我打算來買這個做手信 然後我就很想試這個 就這樣開心果味 其實它還有這個 是現在櫻花櫃限定的 但我對櫻花味的東西就沒什麼興趣了 所以我就試一個開心果 還有買多一盒原味回香港吃 在板吉的最後一站 其實就是在 剛剛Sabrina 還有剛剛Berry 那條直行一路直行 一路直行就會看到這間 Batton Duo 應該是這樣說的 這個就是它Sugar Butter的白力枝 我買了就是剛剛有說的 開心果味 還有這個原味 它其實不是特別貴的 但是它一盒裡面有幾包 每一包裡面也有8支 所以其實也挺多的 一盒就是600日圓 現在我就出發去第二站 都是在博多站裡面的 但我們在第二個地方 繼續掃手信和特色消息 如果你想看我試吃這個的話 就記得看我的片尾吧 在板吉百貨掃完手信之後 你就可以沿著風樂饅頭那條街 一路直行 對面就已經是這個博多一番街 去到博多一番街 再一路直行 就是第二個大家必去狂買手信的地方 就是博多站的中央街 在正剛剛板吉走進來 就是這個一番街 你會看到很多 整條街都是一些餐廳 現在可能是臨近lunch的時間 所以其實每一間餐廳都挺多人的 我們在一杏舍這裡走 轉右 我們搭電梯上去 這裡就會去到 第二個買手信的必去地方 剛剛在博多一番街一上來電梯 其實轉左 轉左就已經是買手信的地方 我們現在立即去找要吃的東西 我們剛才可以進來 第一間你就會看到這間叫赤風船 即是紅色的氣球 這間其實它的芝士是超級出名的 你會看到它的櫻桿對正的門口 就寫著第一位芝士蛋糕 它的芝士蛋糕真的很好吃 超脆 超脆 它是會入口有一點溶化 但又不會完全是一坨東西的感覺 它外面是有蛋糕的質感 但裡面是流心的 但它的芝士蛋糕 最多只可以六個小時 冷藏的話可以三天內吃完 但因為我們今晚飛機 所以我們六個小時回到香港 一定是用完的 所以我們就不會買到芝士蛋糕 但是它的芝士蛋糕一樣好吃 它可以讓你試吃 我就買了兩盒 我買一盒八個 就是891日圓一盒 所以大家來到第一站 就是這個 認著紅色的氣球就可以了 我們剛剛在紅色氣球賣芝士蛋糕 我們一路向著直走 一路向著直走 走到嘟嘟 然後轉右就會看到這個文明堂的總本店 它最有名的就是它的蜂蜜蛋糕 這裡我本身就想試它伸出的 和三盆日本高級糖的味道 但它已經sold out 了 那個系列也sold out 所以我就買它original的 個別獨立包裝的蜂蜜蛋糕 還有我試試它的抹茶味 這個一盒裝的獨立包裝有五個 就是900日圓一盒 來到福光怎麼可以不買明太子的東西 這個就在文明堂總本店貼著旁邊的 就有這個明太子的鮮貝 其實我自己以前也試過很多款明太子 無論是白痴還是燒餅都不及這一盒好吃 官方說這隻明太子鮮貝已經買了300萬盒 我都很推薦大家走過旁邊買這一盒 我可以買小盒裝 小盒裝有14個 14個是745日圓 都是圍到30多元左右 在明太子鮮貝旁邊 就有這個魚水鵪 其實我之前已經來試吃過 它這裡的士多啤梨味 它的梅大福是我人生吃過最好吃的梅大福 即使加上冰 最多只可以放3小時 所以我都是拿不到回香港 但我很推薦大家來買手上 經過的話一定要試它這個新鮮的大福 今天我就想試第二個味道 我就試它的橙味 這個橙味寫著是季節限定 所以我就試買了 它這個橙味是551日圓 雖然比較貴 幾十元只有一塊餅 但我覺得是物有所值的 我絕對推薦大家來吃 它比外面的其他大福 它是大塊很多 而且它的皮是薄很多 是很軟熟的 而且整塊是很實在的 因為它是整塊新鮮水果 它沒有包很甜的豆沙 它遮蓋水果不甜的味道 糯米皮再加上中間白色的餡料 再加上水果是天衣無縫 當然我自己是比較喜歡草莓大福 但如果看到不同季節 它都有限定的水果口味 但這個我也覺得大家一定要來買 如果大家吃完這個新鮮的大福之後 我們在魚水鵪這個位置 我們走回內街 我們這樣打橫地直走 一路走一路走 硬到看到這個紅本紅 然後我們在魚水鵪 左邊就是魯魯雞 魯魯雞在我這幾年來 每次去福光都會買回香港 超棒的急凍炸雞 是冷吃的 用來送酒超級好吃 買了四盒魯魯雞 其實它有分大盒 中尺寸或是淨雞皮 淨雞皮太邪惡了 所以我買了四盒 每一盒中盒魯魯雞 就是1080日圓 大約50-60元一盒 雖然它是要急凍的 但它可以放在常溫最多七個小時 然後有下期是你拿回去 一個月內就要吃掉 回到香港了 這些全部都是我福光買的手信 現在逐合開出來跟大家一齊試吃吧 接下來就是我們第一站在板吉下賣的 阿蟻伯爲 這個是它最尊重的 這個士多啤梨脆脆辣 你會看到它是一個好像脆脆的曲奇餅 中間會有一排忌廉 然後最頂上會有一個士多啤梨乾 其實大家不要以為它只是一個脆餅再加忌廉 不是的 咬下去給大家看就知道了 好忌廉 它這支忌廉不是很重的 因為它不是很重奶和糖味 它反而大到曲奇餅底 很脆脆很香的牛油味 但我剛剛說它不是只有忌廉 不知道大家看不清楚 它是這個忌廉下面和曲奇餅底中間 一半是朱古力醬 另一半是士多啤梨醬 所以吃下去你會有幾重感覺 有曲奇餅的牛油香和脆脆脆 上面有白色忌廉的奶味很滑 還會有少少吃到士多啤梨和朱古力的味道 加上中間的士多啤梨乾一起吃 完全是另一個層次 因為士多啤梨乾帶少許酸味 和整個餅底很配合 完全是完全不覺得漏 很好吃 在同一間我還買了第二個產品 叫做Crystalberry 因為我都沒吃過這個 這個是我沒試過的 裡面會有四個蛋糕 就是它很有名的Crystalberry 我一開始吃過這間我喜歡剛剛的薄脆 有一次我沒有試過這個蛋糕 但我一看每個人都拿了一盒Crystalberry 不如我買一盒試一下 現在就和大家一起試吃這個 士多啤梨蛋糕 我想它叫做Crystalberry 是因為上面那層的士多啤梨醬是有點另立的 做到像Crystal的感覺 下面的蛋糕我以為是普通海綿蛋糕 牛奶雞蛋 但它是芝士味,是芝士蛋糕 芝士蛋糕裡面有士多啤梨乾 這個也很好吃 不太甜,但很濃的 芝士香慢慢滲出來 但每一口都吃到有士多啤梨乾和果醬的甜酸味 我覺得整個都是士多啤梨蛋糕 但我覺得這個真的蠻好吃 但這個偏貴的 我記得Crystal Berry比剛剛的薄脆 而且這個只有四塊 剛剛的Berry是這陣子在福光的必買手信店 而且這麼方便 直接走進去第一間就已經是 所以我建議大家一定要買這個來做手信 第二間就在剛剛Almond Berry旁邊 超級排隊,超爆人氣店 Sabrina 她的日文名字我就不懂得讀 但我又是被她的包裝深深吸引了 我本來真的沒有試過這一間 然後我看到這麼多人排 她的龍其實比Almond Berry還長 是要排長一點的 所以我看到好,又排完一份了 那這一盒呢 其實是什麼呢? 是她最Signature的花花酥來的 花花酥 現在又跟大家開出來試試看 這個酥真的很漂亮,很有趣 她是做到一個花袋的形狀 她的厚度我覺得是剛剛好的 她不會說超厚超大 然後她上面是鋪滿了砂糖 很邪惡,但我很喜歡吃這些砂糖餅 然後一點點亮亮的,很漂亮 中間就有一個好像Cream 我覺得它是做到很滑,很有勢 它完全是Cream的表面是極光滑 中間還有一個我很喜歡的烤杏仁 現在就試一下 這個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是超級喜歡Nutsy的人 它頂上那顆Nutsy好像焦糖烤得脆薄薄 很香 它跟下面很鬆化的牛角酥很搭 它有Nutsy的香味 它有牛角酥的牛油香味 它還有面上那層砂糖的甜味 這個如果平時在家裡餡茶 你直接吃一塊,再加一杯咖啡 或者加一杯紅茶 是超絕的這個combo 同一間還有這個 我覺得它這些包裝也是沒得頂的 那這個是什麼呢? 這個就是同一間的第二款產品 登登 日本人的包裝真的不得知了 其實就是這個好像忌廉筒一樣的零食 一盒裡面有兩種味 一個是啡色的朱古力味 一個是白色的 現在跟大家試一下兩種味道的分別 這款忌廉筒看上去的餅其實是像阿曼菲的曲奇餅底 都是那種很脆脆的 中間有奶油的設計 還有它是有Nutsy的 我喜歡的Nutsy 它有焦糖烤過的味道 它的餅我講錯了 它不是跟阿曼菲的餅很像 看上去的樣子很像 但它是比阿曼菲的更脆 它是鬆化過一種脆 這個也很好吃 還有這個很方便 一粒一粒 肯定很威脆 看上去的白色 白色應該是白朱古力或牛奶味 牛奶白朱古力味 兩種比較的話 我喜歡剛剛啡黑色的那種 因為啡黑色的那種香 那個Nutsy味比較香 而且它真的有焦焦焦的味道 如果我覺得離開排隊 別浪費了 每個人都是這樣 花花餅買幾口 這個忌廉筒又買幾口 所以我們都不收拾 兩款我們都買完了 然後走到過去就買了這個超級奢華的白力枝 也是 比這個豪華的包裝 你想想 連這個紙盒都可以做到流線型 我本身排第一排的時候 為什麼合一盒都被人弄了 我以為是運輸的過程 但不是的 是它的特別設計 我記得我那時候還在那個櫃檯上 又現在買不買 然後就有一個香港的女士 她真的很熱心很熱情地介紹 我一定要試這隻白力枝 因為她就說 其實不是很多超級市場 不是到處都有 她就說她只看到大阪和福光有得買 大家看到其實一個盒 裡面都有六包 每一包裡面都有六條 所以其實都多 這樣獨立包裝 這些磨砂面都做到很高級 三十幾四十元的 白力枝是甚麼味道 你看Tegan 我的貓都已經很想舔 你不能吃的 待會我給她吃 這個其實是 正如它的盒子形容 Sugar Butter 它免了一股糖味 然後整支白力枝不乾 亦都不帶鹹 它只是純牛油香味 如果要比較的話 剛剛那兩斤和這個 這個的牛油味是最出的 好像是菠蘿油中間的牛油香味 很好吃 先試一下開心果 你看她一聽到我開零食 她就走過來 反而開心果 它只有五包 這麼搞笑的 而且每一包裡面只有四條 這個開心果味 我拿上手 它跟剛才那一包不同 就是這個棒是沒有糖 在面上的 如果兩隻選擇 一定是完美必勝 這個完全沒有特別 它外面的配料很甜 這個真的是死甜的 而且它完全沒有開心果的香味 開心果的味不值得買 大家如果要買這間的話 一定是買完美就可以了 昨天我回到銅鑼灣 我就去Sogo走走走 竟然不讓我在下面的超級市場 看到這個品牌有得買 我嚇倒 嚇倒不是因為香港有得買 嚇倒是因為它的價錢 其實這個只不過是600日圓一盒 即是港幣30多元 但香港賣88元一盒 差不多是三倍的價錢 所以如果大家來到福江店 多買幾個回來做手信 香港真的賣貴得很離譜 離開了板吉 然後我一直走到這個 博多站的手信街 但我們第一站就去到這個紅色氣球 去買這個芝士餅 那也是啦 其實我還是很想念 我帶不回香港的很奶油的芝士蛋糕 那我就唯有買了這個芝士餅 回來餵食一下 登登 它裡面就有1234567塊 對 裡面就有8塊 我沒記錯這個是我最小最小的尺寸 我好緊自己吃不完 或者有時候你買太多送給別人 其實別人擺到過期都吃不完 然後這個 試一下 因為其實它的樣子 就和大家很熟悉的白芝戀人 和現在是東京超熱的 紐約的紐約 Perfect Cheese 那個曲奇餅是很像的 大家看到它這個芝士餅的曲奇 跟白芝戀人不同 白芝戀人那款是很滑 但這個它做到好像烤芝士那種 凹凹凹凹凹的形狀 而且它偏黃一點 這個呢 如果你問我它算甜 但它的芝士香完全是 包含了整個感覺 它裡面那種甜是牛奶甜 不是死甜 不是剛剛白芝的死甜 加上它的芝士香味 所以很好吃 但如果你問我 比起東京那款 紐約 Perfect Cheese 那款我印象中是鹹香一點 這個呢 是偏牛奶味多一點的 其實它的包裝也有寫 它是這個Milky Cheese Cookie 不是真的一個很鹹的芝士味 所以這個我覺得偏日色一點 這個很好吃 我記得我在現場給我們試吃的時候 它是冷冰冰的 它的感覺就是曲奇餅保持脆 但是中間的芝士是好像真的 菠蘿油中間的牛油一樣 所以我覺得雪凍了還好吃 我現在十分吃 接著就到這個文明堂的蜂蜜蛋糕了 蜂蜜蛋糕我一向都喜歡吃 無論是在台灣很多年前 還是在日本我都很喜歡吃蜂蜜蛋糕 好大塊啊 真是 登登 那這個呢 就是一盒有五塊版本 那這個是它的標誌原味來的 而綠色杯盒大家就知道是抹茶味 那我先試一下原味 嘩 它都是逐個有這個好像磨砂紙獨立包裝 好香 嗯 有時候呢 因為我是沙蜜蛋糕的糖粉來的 其實我喜歡這個質地比沙蜜蛋糕多 因為沙蜜蛋糕有時候冷了 放涼後也好 它都是偏實的沙蜜蛋糕 但它完全是 完全是紙杯蛋糕和沙蜜蛋糕中間的質地 很軟軟軟的 但是呢 是很濕潤 是一點都不乾的 真的很好吃 它是淡淡的蜂蜜香 它又不是很搶很甜的蜂蜜味 但這個味道就是我最喜歡的味道 其實這個紙吃不吃的呢 有觀眾朋友告訴我 這個紙是不是都可以吃的 但有時候很害怕 我總是會撕的 試完它的抹茶味 我看到這個盒子寫著4月7號 所以它的保質期是比較短的 大家記得買回來做手信 不要拖了 你真的要給家人做手信的話 真的要盡早買回來 就拿給家人吃了 不過這些應該是新鮮蛋糕 它不會保持很久的 抹茶味 抹茶味我就沒試過了 但我預期沒有蜂蜜蛋糕那麼甜 會有甘香味 希望聞下去 好像沒有什麼分別 大家可以選擇原味 原味永遠不會出錯 它也沒有出錯 但是它完全沒有抹茶香 它沒有那個甘香味 它沒有茶香味 很淡很淡 我好像在吃原味 我覺得大家不用試抹茶味 直接買回原味就夠了 終於到鹹食了 來到福江怎麼可以買明太子的零食 其實我無論在辦吉或博多站 我都試了幾間明太子零食 但最喜歡的都是這一間 我覺得包裝就沒有特別 裡面也有幾塊 1 2 3 4 5 6 7 應該有14塊 這個應該都是小尺寸 它好像一粒粒米脆米通 壓到扁脆脆脆脆的 很香很脆 而且還可以吃到醬油烤的味 又不會搶了明太子的香辣味 我其實在辦吉 放多車站裡面 我試了幾間明太子的鮮背 但其他店舖我也覺得太鹹 因為太乾 因為米通味完全搶了明太子的香辣味 但這一間我覺得是恰到好處 好像真的把明太子和米通 拌勻然後壓 再去烤得那麼脆不薄 如果買明太子手蠢的話 我又不會買一條條的明太子回香港 所以買這個就適合了 阿族登場就是我的最愛 魯魯雞了 我們剛剛為什麼要留到最後呢 因為我們拍攝的過程 是要讓它解凍的 因為你是要在冰櫃拿出來 解凍十分鐘之後吃 魯魯雞是一個很特別的存在 因為上當年我做空少的時候 我們在飛去福岡 其實我們是不能留在福岡的 但是我們有很多同事會飛去福岡玩 那我們有個不明文規定的禮儀 就是我們如果搭回自己公司的飛機 是會買手信上去給同機的同事吃的 然後有一次我的同事就買了這盒魯魯雞上飛機 然後我派完餐很累的時候就開了這盒魯魯雞吃 原來是震驚我的三觀 因為我沒有試過吃急凍的雞 是很神奇的感覺 記憶的味道 它是佈滿了芝麻 還是冷冰冰的 因為我原本覺得急凍的雞怎麼會好吃 肯定是硬滑滑的不好吃 但是不是的 就是要吃它冷冰 但它每一口肉都好像揚滿了它的特別醬汁 然後咬下去是冷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它還好像會有些汁走出來 很神奇的感覺 它帶辣的 但是未去到 因為我不太吃到 脆香雞和巴黎香雞那種辣的 它是很鹹香 日式醬油味道的辣 看球 看到凌晨 拿一盒出來慢慢咬 喝兩杯 沒得到 我記得當年我買回家 因為我媽媽竟然要來加料 即是要來做菜 煮熱 兩回事 但千萬不要學我媽媽 大家記得一定要冷吃 熱吃 真是兩碼 吃不到老老雞的精髓 以上七款就是我極力推薦大家來到福江 必買回香港的手信 看完之後 你們最想試哪一款 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就一定是這個老老雞 今次這條影片 我有了購物攻略 有了試吃 大家沒理由再這麼懶 去到機場才買手信 這麼沒誠意 記得跟著我這條影片 去博多站找好食物 如果你去到博多站 當收了的話 就記得不停放下我這條影片 或者Follow我IG DM問我都可以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